從過去三年的這個歷史來看 川普政府是用加碼台灣的方式 來把台灣當作籌碼 過去三年 美國從來沒有傷害過 台灣 即便是在中美貿易戰 很激烈 很熱烈的時候 美國也還是用加碼台灣的方式 我舉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美國方面放出說要邀請 我們台灣蔡英文總統 到美國國會去演講是什麼時候 就是在一個月前 一兩個月前 剛好我們都知道 是中美貿易談判 等於說應該說最緊張的時刻 美方突然冒出這個消息